你不知道一个透析患者有多能扛 死扛啊 哪透析患者呢 每一周至少要三次去医院 风雨如多 每次脱水 大概要等于自身的体重4% 那没有什么概念吧 好 拿我来做比较啊 我呢 每一次透析 6公斤 大哥6公斤啊 也等于12瓶空军水那么多 海量啊兄弟 那这个过程呢 肯定会有也不是 我说那个不是 不是你觉得那个不是 那我讲这个不是就是医护 如果不介入 就会臭臭啊 晕倒啊 甚至更甚嘛 这种不是呢 轻则 头晕 掉血压 恶心 重则 我不说你想到了吧 那其中处理不是有两种最基本的款项可以选择 哎 一个是推躺 推躺没所谓咯 热一下 哈 你就毁了半条鞋 进水 进水啊兄弟 我是来脱水的 你搞什么给我进水 我当然是拒绝了呀 哎 说到主题了 四字扛 扛到你马上修科的那一步 没有直觉的那一步 哪怕是你昏厥的最后一句话说出来都是 我不进水 你说四字扛的时候 这个偷袭婚者的毅力和忍耐力是有多高 有三四楼那么高咯 所以嘛兄弟 你不要再扛了嘛 你又不是肉 你还是个残血 来你一口 岂不是美滋滋 扛呢 你又扛不住 搞得心里又不安 还很多不是 那怎么办 所以兄弟 我劝劝你 控水 才是你唯一的出炉啊兄弟 拜 拜